非常好,非常棒,有些人从来也没有看到他们如此合作 从以前是没有看到的时候,现在看到了是觉得他们是非常合作 而且是一个团队的精神 Denis 你好 非常好,是因为我看到之前的做生意一直是凭感觉去做 现在我们有一个数据化,看得到的东西是非常好的 而且员工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也不应该做什么 然后怎样才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验警和使命 大家都自己清除自己的岗位 看得到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被他们接受的 所以会比较公平他们,会觉得感觉被公平的对待 你之前讲有用一个系统,然后你放弃了 想知道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是中小型企业来说,人手的问题 所以如果太过复杂化的,人手又不够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去做一个事情的话 所以反而更吃力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简单的,对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来讲 反而会比较容易的去实行 如果是讲大型企业,有专的那个team去负责的话 也许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小型企业的话,我们往往一个人要做好几份工作 对对对 所以比较会难做到 那么你认为是不是每一家公司都需要KPI呢? 对,是每一家公司都需要一个KPI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KPI可以听清楚楚 看到每一个人甚至是每一个部门的一个指标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像一个路没有了路牌 所以我们也是比较难出去 对,所以你看到你的团队想,你的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非常棒 有些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他们如此的合作 从以前是没有看到的时候 现在看到的是觉得他们是非常的合作 而且是一个团队的精神 对对对,我看到他们都现在很开心 他们都愿意为老板一起去聘 愿意有那个团队精神 他们知道团队精神的那个重要性 对对对对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今天是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 可以把它凑合起来 然后我们也是从中得到更多的 除了这个团队精神以外 得到公司的一些 那个所要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好像这些气氛是好像是 多出来 意想不到的会有的 嗯 就是说 除了 那个金钱付出以外 这些我们追求的东西以外 好像一份有情的东西都会存在在那边 对对对对那种感情 对对对对对 OK好 好 谢谢你老板 不客气不客气 我就祝你成功了 谢谢你谢谢你 希望我们再次见面 OK好好 谢谢